还记得她吗?她是香港最美艳会后,嫁富豪竟然显杀夫,现在变得。 想到恐怖片,还是香港老片好看,僵尸系列,美艳女鬼!都给人留下美好的童年阴影。 大多数人知道的最美女鬼,都是王祖贤版的聂小倩,楚楚动人,遇到这样的女鬼,谁不动心呢? 其实真正被称为贵后的是王小凤,她演的女鬼,美艳的同时透着凄厉,更让人觉得背后一阵阴风。 王小凤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有些陌生,但是她所主演的鬼片,却是让许多人记忆深刻。 在当时和王祖贤并称为最美女鬼,成为经典。 1962年,王小凤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,女孩子不能多说话,一切是爸爸和哥哥说了算,还动不动被毒打。 童年在她印象里只有苦涩。 在不公待遇下,六岁的她尝试上吊自杀,索性挂绳子的风扇太破,不能承重所以她捡回一条命。 初中还未毕业,王小凤就输了学在社会上游荡,做过餐饮杂工,也当过业余模特。 秀丽的相貌和傲人的身材使她很快被演艺人士看中,进入亚洲电视台做议员,演出的处女作是一部鬼片,猛鬼出龙之焰鬼发狂。 1984年,王小凤和当红小生儿东生主演了电影《错点圆扬》,还因为这部片,她和耳朵声传出绯闻。 评级此片将第五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收入囊中。 此后,王小凤片约不断,她塑造的女鬼形象也堪称出神入化,参与演出的僵尸先生,僵尸家族,贵新娘,精魂记等日后均成为鬼片经典,王小凤也得了个耸人听闻的称号叫贵后。 虽然获奖作品是喜剧片,但王小凤的鬼片让人印象深刻,找到她的都是美艳女鬼角色,她也对这类题材感兴趣,所以时常钻研角色,这为她日后的悲惨经历埋下釜底。 王小凤曾经坦言,有段时间因为入戏太深,我甚至连走路和说话都有点像鬼,那种不能抽离角色的感觉的确很不舒服。 1991年,王小凤母亲去世,令情绪并加重。 那一年,她决定和猛追自己的许丽性结婚。婚后,到了美国不久后又失常。 她家里墙壁都加装了泡沫护垫,因为她会用头撞墙,有时自己打自己打到手骨都断掉。 在王小凤病况越来越严重的那些岁月里,她老公许立信在电脑页创出一片天地,同时对她不离不弃。 2002、2003年陈宝莲和张国荣先后去世的消息传来,王小凤受到震撼,决心接受治疗。 进入疗养院的第一天,王小凤就想杀掉老公。住到第十天,她终于承认自己有病。 成功战胜情绪并又戒毒的她,正在和丈夫一起资助一百多个贫困的孤儿,还投资拍摄电影,挖掘有潜力的导演和新人。 王小凤老公许立信被誉为最慷慨的老板,曾将电脑公司以2.91美元售出,将获利的五成半分给公司上下140名员工,每人分得约50万美元,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约400万元。 王小凤是不幸的,但同时,她又是幸运的,因为她遇到一个对她不离不弃的老公。 再大的名利,也比不过有一个真正爱自己的家人。